好 下来看各报的头条 首相拿多斯里安华时隔25年 再度踏足巫统总部来主持 团结政府秘书处的首次会议 成为了各方的焦点 新洲日报的封面就报道了 安华昨天晚上的宣布 也就是设立三大小组 来应对周旋 反击 污蔑 还有监督各项的政策 选举小组下来最重要的是 就是共商议席分配 而南洋商报则是 关注公交的课题 交通部长陆赵福宣布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将会和 第一市工会还有电照车公司来合作 解决民众在各个站点的交通问题 借此鼓励大家多承搭公共交通 也提高捷运的载客量 那英文报章新海峡时报 则是重点报道了移民局 即将启用的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NICE的相关消息 那可能在2025年 失去移民局合约的MINE一句 昨天的股价就下错了 百分之二十六点七 而负责开发NICE系统的 爱丽丝公司 股价则是大涨了百分之三十二 那赢家跟输家似乎是一目了然 不过MINE一句已经澄清说 目前还没有和内政部 还有移民局展开任何的会谈 这是我们看到各个报章的 头条新闻 那在内文方面呢 早前有女子因为车祸 要到警局去报案 但是因为穿着清凉 就被拒绝进入 那这起事件是持续的发酵 现在呢 演变成为了什么 演变成为了失言风波 甚至是有物化女性 这样的言论来出现了 我们看到了新洲日报就报道说 一党中尉 他叫做阿兹曼 那他就被批评说 歧视跟物化女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贵重的货物 应该要被包装的可爱 整洁 那他暗指女性 其实就好像货品一样 如果呢 只摆放在路边来摆卖 那应该就是便宜货了 那我们看到呢 他是在推特转发相关新闻的时候呢 发表这番言论 所以呢 立刻的就被各方批评 他物化女性 怎么能够把女性 拿来跟物品相提并论呢 那更有网民就说 这就是一党对女性的看法啊 不过呢 对于各界的炮轰啊 他还不认为自己说错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这边就有说 他反驳 他提出了一些论点来反驳 他就变成说 这是一种修辞 一种比喻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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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猪一样来形容 人睡不好 或者是说 像猫一样 这样的害羞 他说呢 这些马来谣语呢 其实都有动物 但是并不代表 他说的 就你就说 你是猫 是狗 是鸡 那这样的言论呢 是不是能够 被大家所接受 我们就只能看 各界的看法了 那不过 回过头来 我们关注这个课题 就是报警 需不需要遵守 衣着指南这个课题 那其实呢 早前呢 前警察总长 或者是说 一些律师呢 其实呢 都已经有提出 相关的一些看法 就认为说 其实不应该 因为衣着服装的问题 就剥夺了民众报案的权利 那如今呢 就有妇女组织 也站出来说话了 中国报引述 妇女行动协会的话 就说 服装指南呢 它其实只是一种 社会礼貌 不应该变成一种 强制的要求 协会就说呢 我国目前还没有 正式的法律条文 规定要进入 政府部门呢 必须要遵守 穿着规范 因此呢 不应该有人 因此被拒绝进入 那如果有人因为服装 被拒绝进入 那恐怕将会拖延 甚至是剥夺他的公民权益 那组织就认为说 当局呢 其实应该要停止 这类的道德监管 因为呢 这只是指南 不是法律 那所有的人 其实都应该相互尊重 好 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焦点课题 在另外一个课题方面呢 就是最近呢 如果有买菜的观众朋友 其实你应该会发现到 菜价越来越贵了 我们看到了大都会日报呢 他走访吉隆坡 一些巴沙之后 就发现说 多种蔬菜的价格呢 其实是翻倍的成长 翻倍的上涨了 那包括了哪一些呢 像是黄瓜 那之前呢 是三令吉 那现在呢 已经涨到了七令吉左右了 那另外呢 番茄 那之前的价格是四令吉 但是呢 现在要去到了八令吉左右了 那另外呢 菜心之前三令吉 现在要去到六到七令吉 而另外呢 现菜之前是三令吉 现在要到六令吉 那另外比较被视为便宜的 这个钢供就是空心菜 之前是一令吉到两令吉 但是现在已经去到四令吉了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摊贩就说啊 这是因为供应不足 摊贩就说呢 因为金马轮的供应量减少 导致他们被迫呢 以更贵的价格来进货 那另一名摊贩也说啊 菜价起起落落的情况 其实在农历新年前 就已经出现了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摊贩跟餐馆的业者 都感到相当的无奈 有的是选择贵来贵卖 那有的选择暂时不调涨价格 继续的苦撑下去 好 关心完新闻资讯 我们下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了 那今天的天气情况呢 跟过去几天 全国大部分地区呢 都是多云啊 阴阴凉凉的好天气 但是呢 这种情况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图来看 今天早上呢 除了沙拉越北部 还有这个沙巴东北部之外呢 其他地区呢 大部分都是晴朗多云的 不过大部分地区呢 今天中午过后就会开始下雨了 尤其雪龙地区呢 雨势有可能会持续到入夜 那稍微往北的宜保 还有往南的马六甲 那雨势都有可能下到晚上 那因为恢复到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白天的温度也会有所回升 白天高温可能达到摄氏32度 但是感受上呢 有可能达到36到37度左右 要注意补充水分了